下班回来收拾家务 我在床头柜的角落里 发现了一张产检单 质问妻子才知道 那竟然是她和她男闺蜜的孩子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把工作辞了 在家里给我做孕妇餐 我断然选择离婚 她却嘲笑我 一个倒插门离开她 连饭都吃不上 一年后再次遇见她 却抱着孩子在沿街乞讨 周末在家收拾家务 我在床头柜的角落里 发现了一张产检单 上面检查患者 竟然是我的妻子周一同 时间是在一周前 因为我是一个上门女婿 周一同打心眼里瞧不起我 最近一次房市 还是在半年前 现在突然出现这种事情 傻子估计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拿着产检单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浑浑噩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周一同下班回来 看都没有看我脱衣服 就要进卧室 站住这是怎么回事 我将产检单摔在茶几上质问她 我以为她看到 茶几上的产检单 会惊慌会不安会愧疚 可她毫不在乎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明天就把工作辞了 去报个母婴培训班 我们母子的生活起居以后 就由你来负责 我压着心中的怒火 看着她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我虽然是一个上门女婿 可毕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付出了三年 只要她给我一个理由 哪怕是个谎言 我会感觉这三年没有白付出 周一同懒散地坐在沙发上 满脸都是不悦 你一个倒插门的女婿 吃我家的喝我家的 现在竟然还要解释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配吗 去给我准备点夜宵 我肚子饿了 对了一会儿 你把储物间收拾一下 今后你就住在那明天 鲁士奇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鲁士奇是他的男闺蜜 高大帅气 横讨女人喜欢 自从我入坠周家后 两个人一直不亲不出 现在鲁士奇要搬过来 跟他一起住 不用问周一同 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他的可恶 见我半天没有动周一同 脸上的怒气越发浓郁 没听见吗 耳朵聋了 跟我耍脾气 你配吗 你明明是我的丈夫 实质上就是我周家 养的一条狗 我跟鲁士奇住在一起 你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跟你离婚 在外人面前 你依旧是我周家的女婿 至于我和鲁士奇的孩子 在外面你就是他爸爸 在家里他就是你的主人 至于鲁士奇 你该怎么对待 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我被气笑了 原来人生气真的会笑 难道现在出轨的女人 都这么嚣张吗 怀了别人的孩子 不但不愧疚 竟然理直气壮 还要带着肩夫 到家里一起生活 最可惜的是 竟然让我这个正牌丈夫 为他们洗衣做饭 伺候他们的生活起居 周一同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 滚出周家吗 如今我成全你 我将事先准备好的两份 离婚协议放到茶几上 推了过去 周一同突然笑了 吴凯恒我没听错吧 你竟然要跟我离婚 你要返天吗 你别以为你了不起 你就是一个倒插门 离开我周家 你什么都不是 甚至你还不如 大街上的那些流浪狗 我没有说话 眼睛一直盯着茶几上的 那张产简单 我多么希望 他肚子里是我的孩子 结婚三年 我无事无刻不 希望有一个属于 我自己的孩子 可是每次跟周一同 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迎接我的 不是谩骂就是侮辱 有时候 甚至是他的拳脚相架 可他现在 竟然愿意为别的男人 生儿育女 我怎么可能欣然接受 我的死活不用你操心 尽早做个了结 对你我谁都好 你也不用天天 看着我厌烦 周一同 见我一脸认真的样子 有些意外 吴凯恒你可想清楚了 只要我签了字 你将会失去周家 给予你的一切 我缓了口气 抬头看了一眼 周一同 我给你拿笔 周一同 结果我递过去的笔 随手狠狠砸在了 我的脸上 起摇吴凯恒 你就是我周家 养的一条狗 是沙士寡 我说的算 周一同 说完起身就要回卧室 不签试罢可以 我明天到法院诉讼离婚 到时候 丢人的不知我吴凯恒 还有你们周家 走到卧室门口的周一同 身子一僵 再次转头看向我时 嘴角挂着轻蔑的笑容 吴凯恒 我记得你妹妹 下周三要做手术 你手里的钱够吗 医生上午给我打电话说 你妹妹的手术 需要七十万 而且这只是手术费 后期的治疗和僵养 估计要大几十万 要不你去跟你妹妹 说说心脏医治手术 就别做了 十七八岁 心脏就有问题 以后这日子怎么过 将来嫁人 也是麻烦 弄不好 还得来找你这个哥哥 你要是不好意思 去说我这个嫂子 可以替你代劳 我猛地看向周一同 见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 恨得牙根洋洋 我之所以入赘到周家 做上门女婿 就是为了给我妹妹治病 我父母去世的早 我和妹妹从小相依为命 四年前妹妹查出 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因为手里没钱 病情依托在拖 后来听说周老太爷 久病不遇 要找一个上门女婿冲喜 为了得到钱 我抱着适时的态度 到了周家 没想到我的生辰八字 正是周家要找的 就这样我成了周一同的丈夫 有了周家资金的支持 我妹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和她匹配的心脏 两天前 医院终于找到了 与我妹妹匹配的心脏 可没想到 这颗心脏却成了周一同 束缚我的枷锁 之前所做的挣扎 最终成为了一场笑话 我猛地抬头看向周一同 她笑得风轻云淡 否则肚子离开了 空荡荡的客厅里 只剩下我一个人 角落里传出一声轻笑 我所有的努力和挣扎 终究成了一场笑话 我心中虽有千般怒气 但是我现在拿周一同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倒是不怕 她会拿我怎样 我是怕她真的会到医院里 去找我妹妹 以我妹妹的性格 知道这种事情 绝对会拒绝治疗 这种情况 我绝对不允许发生 因为妹妹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谁都可以没有 但是唯独妹妹不能 再次走出来的周一同 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嘴角不由 扬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吴凯恒你还要离婚吗 如果你还想离婚 我现在心情好了 我可以签字 你把笔给我哦 对了 还有离婚协议 你说我用草书呢 还是用送体 你感觉哪个字体比较好看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眼周一同 随后默默收起了离婚协议 在这件事情上 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只能向周一同服软 不要说服了现在 就算让我去死 我也得乖乖听从她的命令 因为我要救我的妹妹 我的人生一言难尽 我不能让我的妹妹 像我一样也如此 她小时候太可怜了 我这个当哥哥的 无论如何 要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让她的后半生过得幸福 你把离婚协议收起来 是什么意思不想离了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你愿意去听从我的安排 辞掉工作回来 给我做孕妇餐 哦对了 还有鲁士奇 她也要吃饭的 她的口味比较清淡 你做菜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她不吃麻也不吃辣 你记住了 至于我妈就更简单了 你按照孕妇餐给我做就行 口味也不要太重那样 对孩子不好 还有一会 你出去买点葡萄 听说怀孕的时候 吃葡萄孩子眼睛会很大 其实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因为鲁士奇的眼睛就比较大 可是没有办法 鲁士奇送我回来的时候 特别叮嘱过我 所以就麻烦你了 我知道周一彤 这是故意在气我 可我现在只能忍着 忍到等我妹妹 做完手术康复之后 我就再也不用 受她的胁迫了好 我这就去准备 我答应了一声 随后换上衣服 开着车到了菜市场 说实话 我从来不知道孕妇餐怎么做 没有办法 我只能向市场的那些阿姨打听 可是这些阿姨 听到孕妇餐都是一愣 明显就连她们 也没有吃过所谓的孕妇餐 不过想想 也是在这里的人 哪个家里的 生活水平 都不可能超过周一彤 人家可是周家的大小姐 周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大权在握 挥挥手 就是成百上千万的资金调动 没有办法 我只能拿出手机 到网上去查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找到了两样 做起来比较轻松的 按照上面的要求 我买上食材 回到了家里 可刚进门 我发现周一彤 坐在沙发上 在她对面坐着鲁士奇 看什么看没看过吗 还不快点去给我们做饭 鲁士奇上了一天班 都饿了 谁跟你试的 整天除了吃就是吃 鲁士奇坐在那里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她眼中的嘲讽和得意 丝毫不加掩饰 在这一刻 我心中的怒气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消散了 不就是做几天奴隶吗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当做饭喂狗了 自我安慰了一番 随后拿着食材进了厨房 说实话 月子餐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难做 我按照说明和步骤 很快做了两份月子餐 之前周一彤 交代过鲁士奇的口味 所以我特地露了一手 我不是讨好他们 我是为了我妹妹 能够顺利做手术 只要我妹妹 能够顺利完成手术 我做什么都值得 哪怕现在 让我到大街上要奔 我都毫不犹豫 因为这一切 我认为是值得的 做好饭了吗 多长时间了 磨磨蹭蹭的 你想饿死谁啊 马上是什么时候 我肚子里的宝宝 被饿到了你负责呀 周一彤见我不说话 不由来了兴趣 起身来到厨房 这做的都是什么东西 白糊糊的 跟面汤似的 这是孕妇餐 我刚学的 你尝尝怎么样不行的话 我再给你做 周一彤听我没有反驳 拿起旁边的勺子 沾了点汤汁 放在嘴里尝了尝 可刚放到嘴里 周一彤立马变了脸色 最后抬手将我准备的 两份孕妇餐 全部打翻在地 吴凯恒 你这是喂猪的吗 这么淡 看着被打翻在地的孕妇餐 我心中的怒火 一下子顶到了心口上 庆幸的是 在最后一刻 李治站上了愤怒 好 我一会重新给你做一份 周一彤以为 我会怒不可遏 跟他大好 可他没想到 我竟然选择了隐人 算你有眼力赶紧的 周一彤说着 拿起旁边的筷子 尝了尝 我为鲁士奇做的两盘菜 这两盘菜 我按照他的要求 做得很清淡 可是没想到 吃饭菜也这么清淡 我实在忍不住了 这些不都是你说的 要清淡一些吗 我只是提了一嘴 没想到周一彤 立即将手中的筷子 甩到了我的脸上 学会顶嘴了是吧 好啊 那我明天 就叫你妹妹过来陪你 在这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 我做的饭菜没有错 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 这一点 我心里非常清楚 可是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我 其目的就是为了羞辱我 如果我一再忍让的话 他就会变本加厉 更加得寸进尺 既然如此 那我何必要忍呢 我选择当狗 他不接受 那我就选择当狼 让他服从想到这里 我迈不到周一彤面前 他以为我会向他认错 可他等来的是 我的一记重中耳光 我这是进周家以来 第一次动手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只是一个开始 吴凯恒你要反天马 你敢打我 见识不好的鲁士奇 快步跑过来 搀扶住了周一彤 老子打的就是你 好有胆量 那我明天就让你亲眼 看着你妹妹 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听到这不由一阵冷笑 好啊 你可以试一试 我妹妹和我一共两条命 我们本身出身就不好 这辈子也不想再好 听到这周一彤脸上的威胁 瞬间凝固 吴凯恒你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说话 而是笑着 到了两个人的面前 没什么意思 我记得之前你说你怀孕了 宝宝现在应该还没见到 外面的世界吧 周一彤和鲁士奇 听到我的话 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他们不是傻子 他们能听出来 我话中的意思 吴凯恒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说的没错 我在你周家就是一条狗 而我这条狗顺毛的时候 我会很听话 可是反毛的时候 我会咬死你们 实话告诉你 我妹妹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让你们三个人 一起替她陪葬 周一彤两个人 听到这身子猛的一阵 他们知道我没有再开玩笑 吴凯恒你赶你动我一根汗毛试试 你现在信不信 我立即报警把你抓起来 我听到这突然笑老 我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可是看在周一彤 两个人的眼里 是那么的猙獰恐怖 我现在给你报警的机会 我说着掏出手机解开屏堡 随后将手机递到了周一彤面前 你们两个谁来 我给你们机会 我的话虽然说得很清楚 可是两个人没有一个人 赶过来接我手里的手机 他们看得出来 这个手机一旦接过去的话 他们三个人一个都活不了 在这一刻 他们的眼睛里 渐渐露出了恐惧 怎么不接呀 你们不是要报警吗 去报警赶紧报警 老子活够了 拖上你们三个 我也算赚到了 我本就是见命一条 无所谓 你可不一样 你是周家的掌上明珠 周氏集团将来的继承人 见我再次逼近 搀扶着周一彤的鲁士奇 一下子窜了过来 他的意图很明显 想将我制服 之后再好好慢慢收拾我 可就他那小身板 对于我来说真不够看的 还没等到他到我身前 我一拳打在了他胸口上 这一拳我丝毫没有留守 鲁士奇被我这一拳 直接打倒在地 蜷缩在那里不断地抽搐 看到这一幕的周一彤 彻底慌望 之前眼睛里的那丝侥幸 在这一刻彻底消失 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吴凯恒 你别乱来 你不是要离婚吗 我同意了 我这就签字 周一彤说着 就要爬起来 去拿我放在柜子上面的 离婚协议 看那样子 是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从周一彤的言语和举动来看 他此时真的害怕了 实则我也没有吓唬他 如果今天 他真的要我妹妹的命 那我就一定会拉着他陪葬 现在你想签离婚协议 对吗 我上前一脚踩住了他的脚踝 这一下我并没有用力 但是却把周一彤疼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苍白 对 我现在签 我马上就签 不好意思 现在想签已经晚了 周一彤听到这里 伸出去的手 一下子僵在了半空中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从我的眼睛里 他似乎看到了死神 吴凯航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妹妹手术的所有开销 我都会付的 包括她手术后的所有费用 我都会出 我不求别的 我只求你放过我 求求你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周一彤抱着我的腿 不断地央求着 可是我对这个女人的性格 太清楚了 她现在对我求饶 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她害怕我真的会动手杀了她 可是我现在一旦松口放了她 那么之后死的人就会是我 还有躺在医院里的妹妹 她不会放过我 也不会放过我的妹妹 这就是我认识的周一彤 你之前不是不想跟我离婚吗 现在就不要再理了 一会儿到厨房 把那些你打碎的餐具 都收拾干净 最后给我好好做一顿饭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负责我的饮食起聚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你现在有孕再生 就别出去乱跑了 天黑路滑 小心你的双腿 周一同不傻 她自然明白我话中的意思 好 我这就去收拾 你的一日三餐 我都会亲手为您做 听到这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松开她的脚踝 看着她那狼狈的样子 让我不由想起了一句老话 在和平的年代 有钱有势的人最没有人性 在他们眼里 除了自己 剩下的都是赚钱的奴隶 而他们眼中的奴隶 就是像我们这样 整天为生活奔波的人 可是 当这些奴隶一旦翻脸的时候 他们比龟孙子还要龟孙子 因为他们怕死 他们怕失去一切 现在我虽然也不信 但是看到周一同 我的想法发生了动摇 看着周一同爬进了厨房 收拾那些地上的饭菜 以及被打破的餐具 我没有去过多的干涉 说实话 这些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听话 只要她在我妹妹做手术这段期间 乖乖听话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说 她是个孕妇 她和鲁士奇的事情 虽然做的不是人事 但是那跟孩子没有关系 孩子是无辜的 想到这 我迈不来到 蜷缩在墙角里的鲁士奇面前 刚才看你的样子 真的很勇猛 说说吧 你的目的是什么 想置我于死地 在你女人的面前 彰显自己男人的风范 鲁士奇看着我 蹲在她面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她顿时吓得一头冷汗 她心里很清楚 现在只要她敢有丝毫的顶状 我就会立即废了她 她不是没有想过反抗 她想反抗 可她在我面前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这也该多谢周一同 要不是周一同这些年来 将我当作牛马屎来试去 我也不可能 拥有这么一副好身体 我说完又往前凑了凑 我这一往前凑 顿时把一个俊俏的鲁士奇 吓得嗷嗷快叫 吴先生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鲁公子 听说你家里 也是一个不错的家庭 怎么也想起来 勾引人别人的媳妇了 听到我说的勾引 鲁士奇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吴先生 不是我勾引的 是一同主动勾引的我 听到这话 厨房里的周一同 脸色顿时惨白 凯衡 别听他胡说八道 不是我勾引的他 是他给我下了药 我这才做出 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回头看了一眼 满脸泪水的周一同 他这么说就有意思了 之前我只想让我妹妹 顺利做完手术之后 离开周家 跟我妹妹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现在看来 我临走的时候 还能出一下心中这口恶气 周一同 别胡说八道 鲁士奇这么英俊潇洒 怎么会看得上你呢 周一同听到这 立即急了 我没有胡说八道 这是真的 是真是假 我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两个人说的都是假话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无非就是不想让我伤害他们 首先是周一同 他之前给我的表现 不是这样的 鲁士奇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非常重要 重要的让我羡慕 如果真是鲁士奇给他下了药 那他不可能甘心情愿 留下他肚子里的孩子 而且以鲁士奇的家庭和背景 也没有必要那么做 这么做不管是对鲁士奇 还是对鲁士奇所在的家族 都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据我所知 周鲁两家在生意上 有深度的合作 如果鲁士奇真的给周一同 下了药 那两家的合作肯定会瞬间崩盘 如果说鲁士奇的家族企业 要比周一同家族企业大 那还可以说得通 可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反而是周家的企业 要比鲁家的企业庞大 所以鲁士奇根本没有这个胆子 从这两点完全可以断定 周一同在说谎 而鲁士奇说周一同勾引他 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 我跟周一同生活这么多年 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一直不好 但是周一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比谁都清楚 这个女人虽然张扬了一些 但还没有下见到那的地步 而且在我刚入周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两个人眉来眼去有问题 不过到底这些话里有多少是真的 有多少是假的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们现在的说辞 他们这样说 无形中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不但是他们 就连他们的家族也会受到牵连 是吗 既然你说鲁士奇对你下药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周一同一时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他本身就在说谎 根本没有被鲁士奇下药 所以周一同根本拿不出来证据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要的就是周一同拿出证据 哪怕是他伪造的都可以 怎么拿不出来了 拿不出来 就是你勾引人家 不 我有 我有证据 周一同说着 迅速从兜里掏出手机递给了我 我的微信有记录 他之前给我买过药 就是那种迷魂药 我将信将一地接过周一同的手机打开 打开微信大致扫了眼 可看到他们的谈话记录 我不由笑了 周一同说的没错 鲁士奇确实给他买过药 而且还真的是那种迷魂药 但是那是经过周一同允许的 通过他们的聊天记录 不难看出周一同是想寻求一下刺激 感受一下那种迷魂药的感觉 看到这 我彻底笑了 有钱人就是有钱人 有钱人玩得真开 什么新奇的事物都想试一试 不像我们这些活在底层的普通人 整天睁开眼睛就为生活去奔波 被资本家拴着绳子四处溜达 从这些记录里 我发现了很多事情 这里面不但有他们在一起 不雅的视频照片 还有他们出轨的证据 甚至还有一些两家公司之间的秘密 而最近的一次聊天记录 更是让我大吃一惊 两个人竟然正在谋划杀我 他们两个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杀了我 杀了我之后 有鲁士奇替代我的位置 而我的妹妹他们也做好了处理 根据他们的聊天记录 他们并没打算给我妹妹做手术 而是想等我妹妹死后 将她身体的器官卖掉 看到这 我的眼睛瞬间布满了血丝 这对狗男女真是好算计 不管怎么说 我和我妹妹都是两个大活人 可是在他们眼里 还不如两条看门口 周一同看着我 脸色渐渐变得难看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跑出厨房 来抢夺我手中的手机 可他刚一靠近我 甩手就是一个耳光 狠狠抽在了他的脸上 贱货 没想到你的目的竟然是要我命啊 两个人听到这身子一震 吴先生 饶命啊 这都是周一同想出来的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他不喜欢你 但是他拗不过家里 所以他想害死你之后 去过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我听到这不由回头 看向了蜷缩在地上的鲁士奇 是吗 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意 那你是干什么的 想必你也参加了吧 不 我没有参加 我一直在劝阻他 可是他一直不听 我也没有办法 听到这 我一阵冷笑 这对狗男女都到这种地步了 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没参加呢 恐怕这话他说出去 自己都不相信 是吗 我看事实不像你说的那样吧 我说着 伸手拿起橱柜的一个花瓶 握在了手里 鲁士奇看到这下的脸色 顿时惨白一片 吴先生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一点都没有骗你 看着蜷缩在地上的鲁士奇 我心中不由一阵冷笑 就这种男人 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地方 值得吸引人的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为了活命 毫不犹豫将自己心爱的女人 推出去当挡箭牌 这也就算了 毕竟周一同是有夫之妇 是被我玩下的破烂 可是周一同肚子里 还怀着他的孩子 那可是他的亲骨肉 可他却丝毫没有骨肉之情 像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万剐处死 不过他的反应 我很满意 我要的就是他恐惧 越恐惧越好 因为只有他感到恐惧 他才会拿出一些 我想要的东西 好啊 那你拿出证据来 只要你拿出证据来 我今天就放过你 否则我让你们肚子里的孩子 今天交给他爹出病 我说完拿着花瓶 在他脑袋上轻轻敲了两下 可是只是这轻轻的两下 我突然闻到了一股尿骚味 顺着味道看去 这小子竟然被吓尿了 怎么 这么快就怂了 我以为鲁公子 是什么英雄好汉呢 没想到还不如一个娘们 听到我这么评论他 鲁士奇惊恐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尴尬 他知道我所说的娘们 就是贪坐在一旁的周一彤 吴先生 我真的知道错了 放过我好吗 你想要多少钱 你开口你要多少 我给多少 哦 对了 您不是要给妹妹看病吗 这样妹妹所有的医药费用 我包了 除了她的医药费用 她的生活费 还有她的上学费用 我全包了 怎么样 您放过我好吗 鲁士奇开出的条件 说实在的 确实很诱人 甚至比周一彤给出的条件 还有人 可是像鲁士奇这样的人 说出的话 我能相信吗 我怎么可能相信 我敢保证 他现在说的比畅的好听 可当他一旦走出这个门口 获得了自由 生命得到了保护 他就会立即翻脸 所以 他开出的条件 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我要的是他们的把柄 不管是周家的 还是鲁家的 我也不管是周一彤的 还是鲁士奇的 只要是把柄越大越好 因为现在 只有我掌握了 他们大量的把柄 我才能活下来 否则 无论是周家还是鲁家 绝对不可能放过我 因为我现在的行为 已经在某一个程度 触犯了法律 威胁到了他们子孙后代 像我这种人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 所以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把柄 只有我手中 有了他们大量的把柄 他们才不敢轻易动我 这也是我为什么 一直在挑拨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之间狗咬狗 最后向他们 寻要证据的原因 好吧 别在那许愿了 许愿到庙里去许愿 我这只要证据 吴先生 我没证据 证据现在不在我身上 我去家里去行吗 证据都在我家里 要不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让人送过来 鲁士奇话音刚落 我手中的花瓶 瞬间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小子给脸不要脸是吧 你以为我傻呢 现在让你打电话给家里 那我岂不是在找死 鲁士奇捂着自己的脑袋 吴先生 我真没那意思 证据确实不在我身上 好啊 那就让你儿子看着你上路 我说着 伸手一把揪过周一桶 直接将其按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我快步到餐厅 拿了一把刀子 握在了手里 看到这两个人都傻了 估计他们做梦 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那句话说的没错 之前有多疯狂 之后就有多惨 吴先生 请息怒 我有话要说 鲁士奇看见我拿着刀子走过来 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好啊 看在你情人 是我老婆的份上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鲁士奇听到这 常常松了一口气 吴先生 您要的证据我确实没有 不过这样 我告诉你一些 有关于周家的商业机密 怎么样 我不求别的 只求你放我一马 周一桶听到这瞬间急了 周一桶虽然只是在周市公司 挂个职位 并没有参加管理 也没有所谓的工作 但是他经常生活在那种环境里 对于商业机密这四个字 所代表的重要性 心里清清楚楚 他知道周家的商业机密 一旦被我知道 那周家的生死 就等同于掌握在了我的手里 鲁士奇 你混蛋 你敢 你敢透露我周家半个字的商业机密 我就让你们家明天从这个世界消失 我以为周一桶这么一说 鲁士奇会有所顾忌 选择闭上嘴巴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事情就麻烦了 因为我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周卢两家的商业机密 因为有关于周一桶和鲁士奇 两个人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 虽然不全面 但是弄到他们已经足够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付周家和鲁家 如果现在能拿到周家鲁家的商业机密 或者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么 这场争斗 我就彻底赢定了 正当我上前准备封住周一桶的嘴时 鲁士奇一下子从地上坐了起来 臭婊子 你给我闭嘴 你们周家的商业机密有什么了不起 再多的机密能换来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吗 周一桶看着眼前心爱的男人 如此对待自己 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他现在什么心情我不知道 不过从他的面部表情不难看出 他现在应该很伤心 你混蛋 你想活命 那你为什么不用你们鲁家的商业机密去换呢 你为什么要用我们周家的 鲁士奇一时被周一桶问得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着两个人这样 我悄悄掏出手机按动了录音键 现在不管两个人到底说出对方什么 那只是随口说一说 他们根本拿不出来证据 到时候他们只要出去后拭口否认 那我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我选择将他们的说话录制下来是最好的选择 到时候最起码这是一种牵制他们的方式 不至于放走他们后立即返回来报复我 两个人越吵越凶 彼此开始接彼此的伤疤 我拿着刀子站在一旁听了一会儿 他们说的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点 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在跟我演戏 表面上看上去是在争吵 一种不死不休的架势 实际上 两个人就是在拖延时间寻找脱困的办法 想到这一点我立即一脚踹在了鲁士奇的胸口上 鲁士奇 你不是要拿一些周家的秘密保命吗 那你倒是说来听一听 周家到底有什么商业机密 周一同见到这刚要开口继续阻拦 我直接将刀子夹在了他的脖子上 别别伤害他 我说我什么都说 周家和许家上次合作的电子商务 其实就是一个骗局 他们用的手段就是在原先淘汰的基础上换了一个壳子 有关于鲁士奇说的这一点 我倒是有所耳闻 当时有很多人买了周家和许家联合出品的一款电子设备 但是反应频频 有很多人最后都选择了退款 但是被周家和许家以各种理由全部拒绝了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我虽然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情 但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并不知晓 鲁士奇这么一说 我这才明白 都说商人奸诈 没想到奸诈到如此程度 鲁士奇 你混蛋 我们周家比你们鲁家好多了 最起码我们还会让群众捞点实惠的 可你们鲁家呢 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上个月你们鲁家生产的那批轮胎 就是就轮胎翻新 可你们倒好 你们拿着就轮胎卖新轮胎的钱 你们鲁家挣的这种钱就是人命钱 车子不跑长途不出事 一出事 那就是大事故 鲁士奇见周一同接自己家族的伤疤 顿时恼羞成怒 周一同 我们家挣钱不干净 你们家挣钱干净 去年你们家官偷税漏税就高达五百亿 那可是五百亿 这五百亿难道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吗 偷税漏税 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 都是严重违反国家规定的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 那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 周一同被气坏了 估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鲁士奇会拿这种事情出来保密 我扫了一眼周一同 他现在的表情非常的精彩 愤怒 后悔 惊慌 不知所措 鲁士奇 我算认识你了 这么多年来没看出来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之前冬子他们跟我说 你这人不地道 我还不相信 今天看来 我当时真是瞎了眼睛 为什么会看上你 听周一同这么一说 鲁士奇的老脸一红 看得出不到关键时刻 他也不愿意走这一步 可是他今天不走这一步 他就会付出生命 说实话 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两个人宁死不屈的话 我拿他们还真没有办法 首先说的是 我不可能杀人 杀人是犯法的 那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这种傻事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虽然现在我这种行为 也触动了法律 但是法律 最多判我个三年五载 我还能出来 我还能重新做人 在动手之前 其实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这两个兼父外父 真的宁死不屈的话 我就逼他们掏钱 这两个人 一个是周家的千金 一个是鲁家的大少爷 手里肯定会有 百八十万的存款 两个人的资金加在一起 足够我妹妹做手术的了 他们把钱打到我卡里 我就立即拿到钱 给我妹妹去交手术费 到时候目已成舟 他们就算报警 这些钱也拿不回来了 毕竟这是我妹妹的救命钱 想必到时候 没有人会追着医院 把钱要回来 回来后我就投案自首 这是我最坏的打算 正常情况下 发生这种事情 周家不可能不管 不管怎么说 我是周家的上门女婿 我虽然打了周一同和鲁石奇 但是事情情有可原 毕竟周一同和鲁石奇 做出了那种事情 最可惜的是 周一同现在还怀了鲁石奇的孩子 所以我一旦被警方抓走 周家不可能做事不管 肯定会想办法把我捞出来 没准还会给我一大笔风口费 毕竟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只想拿着钱去救我的妹妹 除此之外 我再无其他的所求 可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救我的话 到时候两个人的事情 肯定会被我公众于世 到时候不管是周家还是鲁家 肯定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尤其是周家 所以我笃定 周家到时候肯定会花钱捞我 但是现在 我之前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如果之前周家和鲁家是爷爷的话 那么在我拿到这份录音后 他们就是我的孙子 除非鲁石奇或周一同说的那些事情 都是假的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 其中就算有水分 但他们说的也是事实 我虽然只是周家公司的一个小小的职员 接触不到周家的核心机密 但是一些事情我还是知道的 我完全可以根据我的了解 以及我的所见所闻进行判断 至于鲁家那边 我没有过多的接触 但是我也可以根据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以及客户的反应来进行判断 虽然不是很准确 但是大致上错不了太多 两个人就像是两只斗鸡 你咬我一口 我咬你一口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我见两个人不说话了 这才笑着过去 鲁公子 你说的事情都是真的吧 鲁石奇哑着嗓子 吴先生 你放心 我对天发誓 我之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不信你可以去查 实在不行 你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派人去查 之后给你结果 听到这 我心中一阵暗息 这真是老天助我 之前我还在担心 两个人说的话是假的 现在倒好 鲁石奇竟然主动要去为我调查证据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帮我调查周家的犯罪证据 越多越好 鲁石奇听到这 整个人立即精神了起来 吴先生 你要放我离开 不错 我确实要放你离开 不过 听到不过两个字 鲁石奇脸上的兴奋 一下子再次变成了恐惧 放心 我说放你离开 就会放你离开 不过在你走之前 我送你点礼物 我说的转身拿着刀子 夹着鲁石奇的脖子 进了我的书房 我虽然是周家的上门女婿 但是基本的配备还是有的 我把他一脚踹在角落里 随后在我的抽屉里 取出一瓶维生素片 在他手里 随后走到鲁石奇面前 取出一片维生素递给他 吃了它 看着我递过去的维生素 鲁石奇的脸 除了惊慌还是惊慌 吴先生 这是什么 维生素片 吴先生 这真的是维生素片吗 我不吃行不行 你害怕什么 这真的是维生素片 你看这瓶子上面 写得清清楚楚 吴先生 我身体不缺维生素 我不吃行吗 我听到 这直接将刀 夹在了他的脖子上 我让你吃 你就乖乖吃 胆敢再说一个不字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继日 鲁石奇看着 架在自己脖子上 那把明晃晃的西瓜刀 颤颤巍巍 接过我手中的维生素片 放到了嘴里 我怕这个小子偷奸耍滑 把药片藏在舌头底下 把它嚼碎之后 张嘴让我看一下 鲁石奇听到者 整个人顿时没了脾气 乖乖地嚼碎口中的 维生素片之后 张嘴示意给我看 我竟他真的把药片嚼碎了 随后接过一杯水递给他 数数口之后全部咽掉 看着我递过去的水杯 鲁石奇浑身不断地颤抖 吴先生 这不会是毒药吧 我吃了 不会死吧 少废话 漱口咽了 否则我现在就将你大些八块 我说立即拿着刀子 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鲁石奇没有办法 只好乖乖的 按照我说的 将口中的维生素粉末 用水冲刷后 咽到了肚子里 好了 你现在可以去做 你该做的事情了 哦 对了 从明天开始 每天中午过来 到我这拿解药 哦 不是 是拿维生素片 你看我这是张嘴 说说就没板门的了 鲁石奇先前疑惑的眼神 在当我说出解药两个字后 彻底慌了 吴先生 你刚才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 不会真的是毒药吧 怎么会呢 我给你吃的就是维生素片 不幸的话 这里还有瓶子 你看看上面写的 是不是维生素片 我说着再次将维生素片的药瓶 递到他面前 让他仔细看了看 可是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因为瓶子就是维生素片的瓶子 里面装的也是维生素片 而我的目的就是让他认为 这瓶子内装的不是维生素片 而是毒药 我要的就是他这种错觉 这也是为什么 刚才我用刀子夹在他的脖子上 逼着他吃下维生素片的真正原因 但是为了保守起见 我在交代他做事的时候 特意露出解药两个字 其目的也是为了巩固他心中的恐惧 不过 通过鲁士奇的反应 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吴先生 我一定会听从您的吩咐 每天中午过来吃解药 不 是吃维生素片 鲁公子 别指着的吃 记得你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鲁士奇听到这瞬间了然 吴先生 您放心 有关于周家的那些事情 我会调查的清清楚楚之后 送到你这 好 鲁公子果然是一个聪明人 那就这样吧 每天中午你过来吃药的时候 记得带一些周家犯罪的证据 说白了就是交换 吴先生 我明白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仔细想了想 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便抬手将它放走 从书房出来的时候 周一同蜷缩在角落里 吓得瑟瑟发抖 之前每次见到我 都是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现在的它 就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小母狗 蜷缩在角落里 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厨房收拾干净了吗 老子饿了 收拾干净了 我马上收拾 周一同匮乏起来 由于一时慌乱 被地上的花瓶玻璃茶子 割到了手指 鲜血一下子 顺着伤口流了出来 如果放大之前 它肯定会立即叫上我 陪它去医院 而现在的它 根本顾不上这一些 慌忙拿起打扫卫生的工具 开始仔细地打扫了起来 打扫完厨房 和外面的玻璃茶子 跑到厨房 开始喂我做饭 堂堂周家的千金大小姐 这是第一次下厨房 说一句不好听的 连盐和糖都分不清楚 哪个是醋 哪个是酱油 它都不知道 因为颜色在它看来 都是黑的 忙活了两个小时 一碗被弄得黑乎乎的东西 端到了我面前 我用筷子翻了翻 不知道 它忘了都加了什么食材 这就是你做的东西吗 你喂猪呢 听我语气不善 周一同吓得一哆嗦 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老公 不 吴先生 我不会做饭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本想跟你做一碗意大利面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这碗面如果放在之前 就算比这再难吃 再难看 估计我也会将它 一点多不剩地 吃进肚子里 而且还会告诉周一同 味道真不错 太好吃了 可是现在没有那个必要 她现在虽然还是我的妻子 但她已经是别人的女人 是吗 那真的要谢谢你 不过我真的不饿 你试了吧 我说的将茶几上的所谓的意大利面 推到了她面前 她虽然没有长 但是看样子 这也绝对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 她有心拒绝 但是她在我的注视下 还是拿起了筷子 一点一点把所谓的意大利面 吃得一干二净 我吃完了 周一同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吃完了 餐盘里的意大利面 今天你就睡书房 在这之前 周一同 但凡心情不好 就会叫我去书房里住 而且在里面还安装了监控器 监控我的一举一动 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 被关在笼子里的狗 主人在监控器里 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那里为我专门放了一张单人床 我每次躺在那张单人床的时候 都在想有一天周一同 睡在这上面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我正好趁着这次机会也看一看 周一同躺在那张单人床上 是什么感觉 估计一定会很精彩 把她关进书房去住 除了一丝丝的抱负 还有一点就是里面的监控 现在我放走了鲁石齐 不知道这小子会不会去报警 会不会去找人来救周一同 所以现在周一同是我的唯一底牌 无论如何 我不能让她擅自离开这里 否则我的计划再也很难进行 就这样 我坐在沙发上 不知不觉过了一夜 好在这一夜风平浪静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经过一夜的折磨 周一同看上去无比的憔悴 也难怪堂堂周家的大小姐 竟然也会有今天 还不到六点 我就将她从书房里叫了起来 开始打扫卫生 这是我每天都需要做的工作 正常的说 我每天五点就要起来 先打扫卫生 之后为周一同准备早餐 做完这一切后 有时候时间宽松点 我会吃点东西再去上班 有时候时间紧 我连吃早餐的机会都没有 就得去周家卖命 不过 看在她肚子里怀着孩子 我让她晚起了一个小时 否则我让她四点就起来当牛做马 早晨 我没有心情去下厨房做吃的 周一同做的东西实在是难以下眼 没有办法 我只好点了外卖 除了正常的外卖外 我还特地给她点了一份孕妇餐 还是那句话 大人不管出现怎样的错误 孩子是无辜的 中午的时候 鲁士奇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刚进门就伸手朝我要解药 我看着她伸过来的手 没有说话 只是笑着看着她 过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她似乎这才意识到了什么 联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递给了我 我接过文件 打开仔细看了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知道周家有过不法的行为 可是没想到周家 竟然可恶到了这一步 周家除了生产业 还涉及到了房地产 而现在鲁士奇给我的这份报告里 就是关于周家 在房地产行业的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据这份调查报告显示 周家去年为了新建天河小区 对之前那片居民 强行征用土地 这件事情当时我也听说过一些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通过这份报告显示 周家用钱把事情解决了 而且根据这份报告显示 当时周家为了征收那片土地 还打死了两个人 这件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我不知道 现在没有人说这件事情 除了这些 就是周家在补偿款方面的 一些暗箱操作 根据材料显示 我家当时对被征收土地的居民 每一平米补偿4500块 但是当时我记得居民 一瓶补偿费是1050块 如此算下来 周家仅凭这一个项目就赚大了 怪不得周家这段时间如此豪横 原来是有原因的 通过这一点 不难看出 鲁士奇调查的这份资料是真的 做得不错 我说着 收下文件 随手从兜里 套出一包白色粉末递了过去 鲁士奇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以为这是解药 其实这是周一同 上次说自己的腿疼 到医院检查是缺钙 这是他吃剩下的钙片 鲁士奇将钙片的粉末 捧在手里看了看 随后 扬起脖子将药面 全部倒进了嘴里 吴先生 我现在回去 马上给您调查周家的犯罪证据 慢着 不着急 你坐 我有时跟你说 鲁士奇听到这 赶忙坐下来 坐在那里 就像是一个听讯的小学生 鲁公子 想 不想一次解决问题 想当然想 吴先生 我该怎么办 才能一次性解决我的问题 简单 你把周家所有的犯罪证据拿过来 我就给你彻底解决问题 鲁士奇听到这有些为难 我知道调查周家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也就是鲁士奇 如果换做别人 不可能进展的这么快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怕他每天用一点证据来换取解药 这样时间就会被无限拖长 时间一旦被拖长 他们就有可能会找到破局的办法 所以我要逼迫他赶紧多拿点我想要的 吴先生 您知道的 我们鲁家虽然跟周家合作 但是周家的一些机密 我们鲁家是不知道的 是吗 那你们鲁家安插在周家的那些暗线 是不是可以启用一下 听到暗线两个字 鲁士奇身子不由一震 说实话 这也是我的一种猜测 老人说商场如战场 战场双方交战的时候 彼此都会往对方的队伍里安插探子 现在虽然是商场 但依我看 这种事情肯定也会有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我提出暗线的时候 鲁士奇的脸色明显变了 那么也就是说 鲁家在周家真的安插了暗线 吴先生 不瞒你说 暗线是有 可是不在我手里掌管着 要想启动暗线 必须经过我父亲的同意 否则谁也无法启动暗线 我听到这不由效了 鲁公子 那是你的事情 我管不着 我也管不到 不过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 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 我和周一同知道 我想今后也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如果有第四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鲁士奇是个聪明人 虽然我没有明说 但他知道我的意思 吴先生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第四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的 鲁士奇说完 转身离开 在他离开的那一刻 我见他看了一眼 站在厨房角落里的周一同 眼神中闪过一丝心疼 可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这对狗男女之间确实是有感情的 只可惜他们用错了方法 如果一开始周一同跟我明说 他要跟鲁士奇在一起 说实话 我是答应的 我进周家是为了救我妹妹 不是贪图周家的钱财 也不是贪图周一同的美貌 只要他开口 我完全可以成为那个牺牲品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想杀了我 还要害死我的妹妹 这让我无法忍受 哪怕他们只对我下手 放过我妹妹 我也甘心情愿 毕竟我这条贱命不值钱 可我妹妹不一样 她今年才18岁 做了这个手术后 她还有好长一段人生要走 而我已经厌倦了我的人生 死了就死了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可是这对狗男女也没有这么做 鲁公子 请等一下 鲁士奇刚出门 我张嘴将他叫住 听我叫他 鲁士奇立即快步跑了回来 吴先生 您还有什么吩咐 那个贱人怀了你的孩子 一日三餐 你来派人安排 鲁士奇听到这 忍不住再次看了看 躲在角落里的周一同 谢谢吴先生成全 我一定不会辜负吴先生 滚吧 没想到鲁士奇还真听话 从这天起 一日三次孕妇餐准时准点送上门 除了孕妇餐以外 还有一些正常人的酒水和菜肴 十分丰盛 看样子是为我准备的 说实话 我还真不敢吃 我怕这小子反手给我下毒 我给他吃的是维生素片 他没准真的会给我下毒药 所以我的一日三餐很简单 一碗面一颗蛋 有的时候会叫个外卖 这天下午 医院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去支付妹妹手术需要的费用 我很快答应了下来 放下电话 我拨通了鲁士奇的手机 我只是提了一嘴 这小子便明白了我的用途 直接到医院给我妹妹 交了二百万的治疗费用 这种事情不但我没有想到 就连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有些犯傻 因为医院给我通知的时候说得清楚 只要支付二十万的医药费就可以 如果不够的话 后期再补 这回好 鲁士奇一下子服务到底 很快 时间便来到了我妹妹做手术的日子 今天我的心情既高兴又紧张 我早早起来叫上周一彤到了医院 我们看上去很像一对恩爱的夫妻 但是这种恩爱是被我逼出来的 离开家的时候 我告诉过周一彤让我妹妹高高兴兴上手术台 否则我就让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去为我妹妹陪葬 我没有吓唬她 我说的是真的 周一彤明显感觉得道 哥哥 嫂子 你们怎么来了 看着妹妹消瘦的身体 我心里不由一酸 上辈子我妹妹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辈子竟然要遭受如此非人的折磨 你这不是快做手术了吗 我给你嫂子过来看看你 哥哥 嫂子 你们不用这么忙的 我做手术一个人就行 你们不用 我知道妹妹的意思 她是怕我耽误工作 引起周家对我的不满 可是她不知道她哥哥现在已经触犯了法律 什么周家 我还在乎吗 我现在最在乎的就是我这个妹妹 只要她能平安无事 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傻妹妹 哥哥不用去上班了 你嫂子怀孕这段时间我就在家里照顾她 听到周一彤怀孕 妹妹的眼睛立即亮了起来 伸手就要去摸周一彤的小腹 周一彤对此很是反感 但是在我的注视下 还是乖乖站在那里 让我妹妹去摸了一下那微微隆起的小腹 嫂子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想吃什么就让我哥哥去给你准备 周一彤笑着点了点头 放心吧 你哥对我特别好 每天一日三餐的孕妇餐都快把我吃成猪了 你不用担心你的手术费 你哥已经替你交过了 你就安心地上手术台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 妹妹在听说她的手术费已经交齐了 不由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知道我在周家是从来不管钱的 管钱的人是周一彤 我每次拿钱都会经受一次非人的辱骂 或者是折磨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跟妹妹说起过 但是我知道她肯定能感觉得到 看我干什么 钱是你嫂子主动交上去的 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 还是事后她告诉我的 我虽然说得轻松 可是妹妹还是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为了让妹妹安心 上手出台没有压力 我今天在医院陪了她一天 第二天我早早地带着周一彤来到了医院 看着妹妹进了手术室 吴凯恒如果你妹妹真的出了事 你会不会 本就紧张的我听到周一彤这样问我 甩手就是一个嘴巴子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闭嘴 你敢再吐一个字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 从早上到深夜 妹妹的手术才正式结束 让我安心的是 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 看着妹妹安然无恙地 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 周一彤高兴得都快哭了 她不是在为我妹妹高兴 她是在为自己感到高兴 她怕我妹妹一旦下不来手术台 我会杀了她 以及她处中的孩子 话虽然我说得狠了点 但是真到了那一步 我不会动他们一根汗毛 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 如果妹妹真的下不来手术台 这就是她的命 没有办法 天命不可抗 我就算是她的哥哥也没有办法 不知道周一彤是良心发现 还是做给我看 她特地雇了一个高级护工 专门伺候我妹妹的生活起居 这让我对她的气小了不少 之前她在家里所去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是书房 第二个就是厨房 书房用来睡觉休息 去卫生间书房也有 至于厨房 那就是吃东西 吃鲁士奇给她准备的孕妇餐 经过这段时间 鲁士奇已经把周家能够查到的东西 都汇报给了我 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水分 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事情 是真的 以现在鲁士奇交给我的这些资料 哪怕是有三分之一 是真的都够周家喝一壶的 还有吗 周家在商场这么多年 不可能就这点东西吧 应该还有 你说呢 乳公子 吴先生 周家在商场这么多年 确实不可能只有这些 但是小弟能力有限 真的再也查不出别的了 如果吴先生不信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听到这笑了 如果发誓有用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罪恶 每个人出声会说话的时候 就让他发的毒誓 做坏事怎么怎么的 那不就世界大和平了 好了 别在那废话了 你继续给我查周家 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太少了 至于钙片的事情 老样子 每天还是中午过来 鲁士奇听我这么说 不禁有些沮丧 看得出 这小子也确实尽力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现在第一还不能放他离开 第二 海绵这东西捏一捏 总会捏出水来的 第二天一早 我在网上购买的打印机 和A4纸送到了家里 安装好一切后 我将躲在书房里休息的周一彤 叫了下来 虽然日子不是很长 但是他的小肚子 看上去比之前大了许多 吴凯恒 你叫我下来干什么 这些都是你们周家的犯罪证据 你打印出来 我之所以让周一彤打印这些东西 就是在告诉他 将来如果有一天 犯在我手里 我会让他们整个周家 跟着我陪葬 周一彤依旧是那么的听话 拿起茶几上的文件 一份一份开始复印 随着不断的复印 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从一开始的惊讶 到最后的恐惧 看得出他对这些事情并不知晓 他也清楚这些事情 一旦走漏了风声 他周家就完了 吴凯恒 有一件事情 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周一彤一边复印 着手中的那些周家的罪证 一边说道 周小姐 想谈什么 如果想让我放了你 那我劝你免开遵口 你走到这一步 都是你咎由自取 自己做的 我说的倒了一杯水 喝了一口 我不是要跟你谈这些 我是要跟你谈周家的事情 你想谈周家什么事情 我放下水杯 坐在沙发上看着周一彤 不管怎么说 这些年来 你妹妹所有的医药费 都是我们周家出的 虽然你每次回来 拿医药费的时候 我都会羞辱你一番 确实是我的不对 周一彤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了半天 我也没有听出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没有办法 只能抬手将其打断 好了 别站在那里酝酿情绪了 直接说你的目的 听我直奔主题 周一彤忍不住 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吴凯恒 这些证据 我不希望留出去 我希望在你这里 就此打住 你放心 周家不会亏待你的 你想要什么得到什么 你尽管开口 只要周家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周一彤的反应 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此刻的她 似乎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再是那个 玩世不恭的千金大小姐 倒像是一个 沉稳老恋的女强人 好啊 既然周小姐把事情 已经说到这一步了 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 我吴凯恒 要求的并不高 只要求平平凡凡 度过一生 除此之外 还有我的妹妹 我要她健健康康的 除了这两点 我别无所求 至于你们周家的事情 我也懒得去管 我也不想去管 周一彤听到这眼睛一亮 吴凯恒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还你自由 你就不会将周家的事情 捅出去是吗 不错 正如你说的这样 好 我这就给家里打电话 让他们放你离开 保证你和你妹妹的人身安全 以及后半生的生活 周一彤说着 就要伸手过来朝我要手机 我看了看 随即笑了 周大小姐 刚才我还在佩服你是一个女强人 没想到 转眼间你又变回了天真的样子 周一彤听到天真两个字 脸色立即变了 吴凯恒 你是什么意思 我深吸了一口气 蹲起水杯抿了一口 我的目的很简单 这些有关于周家的罪证 我会保留下来 不会交给你们周家 你们周家表面上仁义道德 背地里就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吸血鬼 所以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全自己 除了这一点 我还要鲁家的那些犯罪证据 至于原因很简单 将来就算你们周家愿意放过我 鲁家鲁士奇也不可能放过我 所以你复制完这些资料后 要做的事情就是搜集鲁家的犯罪证据 等到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会还你自由 当然 到时候还得请周小姐 把这些年我挣的工资 给我结算清楚 不是我小气 我要带着我妹妹生活 我不想让她再过以前的日子 周一彤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 见我良久不说话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你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不然呢 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吗 我还没有你们那么可恶 周一彤没有说话 转身继续之前的工作 由于我一直在旁边看着 所以她不敢动手脚 就这样 周家的资料整整复印了一个上午 中午的时候鲁士奇如往常一样 按时按点进了门 不过她并没有什么进展 我没有说话 而是从兜里取出 事先准备好的钙片药粉递给了她 她见我没有为难她 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可当她打开包裹药面的纸张后 整个人都傻 吴先生 这药粉怎么比之前少了一半 你在问我吗 你不应该问问自己吗 鲁士奇听完我的话 立即明白了过来 吴先生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去调查周家的犯罪证据 我没有说话 端着水杯喝着杯里的水 周一彤身为周家的掌上明珠 确实与常人不同 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 她就将鲁家的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调查的一清二楚 这个速度让我大吃一惊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周家的实力确实在鲁家之上 我将两家的犯罪证据归拢在一起 随后邮寄出去 当然 这些事情不管是周一彤 还是鲁士奇都不知道 我现在手里只有复印板 我之所以留下复印板 就是在告诉他们 时刻提醒他们 我手里捏着两家的罪证 时间一晃过去了两个多月 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除了到医院陪一陪我的妹妹 剩下的时间 就是跟着周一彤 到妇产医院去做复检 看着她的肚子 一天天见大 我心里很不识滋味 我虽然跟周一彤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但是这么多年生活在一起 要说一点都没有 纯属是在骗人 可是我的老婆 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 而且我每天还要陪着她 到医院里去检查 每当想起这件事情 我就会打电话 把鲁士奇叫来 在她身上找点平衡 鲁士奇似乎也知道 我是在找她撒气 虽然心里千般不愿 但也不敢说什么 日子就这样 一天天过去 我也开始考虑接下来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 我想将周家和鲁家的 这些犯罪证据 交给相关部门 让他们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 可是每每当 就要下定决心的时候 我又打消了 自己心中的念头 不管是鲁家还是周家 以我现在的能力 根本得罪不起他们 我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用这些东西 来保护自己 保护我的妹妹 所以这件事情 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了现在 日子变得寡淡无味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我妹妹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这是一件 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经过小半年的休养 我妹妹终于出院 她身体的各项指标 也已恢复到 正常人的水平 看着她停停玉立的样子 我的心突然静了下来 昨天下午 我为她办理了出院 随后把她借到 我事先租好的房子 看着我精心 为她准备的家 小姑娘非常高兴 东瞅瞅西看看 像是一个 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我想跟她一起生活 可是现在的情况 还不允许我这样做 没有办法 我又将医院的 那个高护 请到了家里 让高护照顾 她的生活起居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周一彤如往常一样 坐在厨房里 吃着鲁士奇送来的孕妇餐 吃完饭 你给鲁士奇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 我有事要说 听我这么一说 周一彤身子一震 赶忙将嘴里的饭菜 咽了下去 随后拿起我递给他的手机 拨通了鲁士奇的电话 八个小时后 鲁士奇风风火火进了门 吴先生 你找我 坐吧 鲁士奇见我对他这么客气 脸色顿时被吓得惨白 吴先生 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惹您生气了 您说 我一定认真地改正 我让你做你就做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 鲁士奇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周一彤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来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首先恭喜你们 马上就要获得自由了 听到我这么一说 两个人眼底不由闪过一丝惊喜 估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真会放过他们吧 再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今天晚上 就要兑现你们之前的诺言 我说的将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号 放在了茶几上 吴先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之前承诺你的 我会兑现 鲁士奇说着 立即向我的卡里转了整整五百万 这倒是让我没有想到 我以为这家伙最多也就给个几十万 撑死也就是一百来万 可没想到一下子竟是五百万 鲁士奇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不满意 赶忙又向我的银行卡里转了一百万 吴先生 您看这样成吗 如果您不满意的话 我明天再给您转 我依旧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落到了周一同身上 周一同明白我的意思 拿过卡号直接给我转了一千万 果然是周家的大小姐 就是财大气粗啊 这些钱说实话 对于普通人来说 恐怕十辈子都赚不到这些钱 而我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竟然就这么拿到了 说实话 在钱到账的那一刻 我都感觉不真实 也许这就是我们穷苦大众的真实写照 好 我的卡号不变 明天继续 我说着从桌子上掏出了两份 事先拟好的文件 放在了茶几上 你们在这个文件上签上字 你们刚才支付的那些钱 是我劳动所得 这一点希望你们能够为我证明 我之前没有准备这样的合同 可是我想了想 我一旦放开两个人 他们肯定会报复我 那么他们第一步 就是将转给我的钱收回去 他们收回的途径无非两种 一是通过银行 第二种方式 就是通过法律途径 诬陷我敲诈勒索 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都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毕竟这些钱 是我和妹妹接下来的生活费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猜你订了这份合同 目的就是掐断他们的后路 两个人似乎明白我的意思 并没有犹豫 很快在合同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以及向我汇款的金额 我看了看 周一同填写的金额 还是一千万 而鲁士奇填写的金额 竟然也是一千万 吴先生 您放心 剩下的钱 我明天一定会打到您的账户上 我没有说话 拿起两份合同看了看 行李箱我早就准备好了 当他们看到我 拖着行李箱下来的时候 眼中全是错了 周一同 你我纠缠了这么多年 是时候该结束了 这是我事先你订好的离婚协议 你签一下 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关系 周一同看着我 递到他面前的两份离婚协议 看了两久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过他想什么 现在已经跟我也没有关系了 过了片刻 周一同拿起笔 在两份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我们的婚姻在这一刻彻底结束 好了 你们自由了 我说完 拉着行李箱就要出门 吴先生 等等 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事情 我知道鲁士奇在担心什么 明天中午 汉庭酒店38301 你的要在那里 我说完 转头再次看向两人 你们恢复了自由 可以来报复我了 但是我劝你们在报复我之前 做好复死的准备 我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以周一同和鲁士奇的聪明才智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